來,所以說按照來講是那樣的,但是春節是1月20號開始放 所以1月20號我們不上課嘛,對不對 對,然後一直放到哪裡 1月20到1月29,所以24號也不上課,對不對 27號也不上課,對不對 這個跑掉了,27號也不上課 OK吧,那等於說1月份我們會上到幾堂? 1、2、3、4、5、6,6堂課對不對 就是6堂課,我先標記在這邊6堂課 那我們高竿是怎麼算課程的呢,就是一個 我們是三個月上一期,算一個cycle,一個週期 然後要滿24堂課,沒有錯,一個月要上8堂 可是1月份只有上到6堂對不對 那你就要對2、3月,會不會 等於說1、2、3月加起來有上滿24堂這樣就夠了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算一下下一個月,2月份的話 我看一下喔 是怎麼樣 2月份的話是 這個 不好意思,這不是徒手 2月份的話我們是2月3號上課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2月7號 再2月10號 再來還有什麼時候 2月14 再來是2月17 再來是2月21 2月24 再來是2月28 但是228是怎麼樣 連假 所以2月28號基本上應該是放假吧 對不對 那我先講,先不管高竿放不放假 我們就先假設他放假嘛 所以2月我會上到幾堂 1、2、3、4、5、6、7 7堂對不對 這應該沒有問題啦 少了 對,好 少了還是要補回來 我們認識那麼久了 你們 好,來 那 再來我們看一下3月份嘛 就3月份 其實你們都多上啦 只是 那個什麼 就是 還是要跟 搞什麼 爛死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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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啦 他應該沒有聽到 哈哈哈哈 來,所以3月份是3月3號 然後再來是3月7號 3月10號 再來是3月14 再來是3月17 然後是3月21 3月24 然後3月28 再來是3月31 好 總共1、2、3、4、5、6、7、8、9 9堂嘛 對不對 補了一堂 補了一堂 等一下喔 補了一堂嘛 我先放大 好,OK 那補了一堂 但是我先 我們再對一下 今年的連假 就228是從2月25號 開始放 對不對 放到2月28號 基本上 我們先 我們補假 禮拜六的先不要講 那是補假 但是 那個什麼 好像要補假 2月份好像 2月18號要補假 這一天 這一天要補假 所以這一天不能上課 因為第一個 第二個禮拜六就要補假 2月4號跟2月18號 都要補假 禮拜六就要上課 因為第一個禮拜六是補那個過年的 過年的 過年的 這個不管我們 跟我們課程沒有關係嘛 因為我們是2跟5對不對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1、2、3、1 大概我們 放到的 我看一下 還有什麼會放到 應該不會放到 然後1月7號放假 也跟我們沒有關係 所以說 9月已經 併到 哪裡 這邊嘛 補了一堂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還差幾堂 兩堂課 那這兩堂課 我們就會用 禮拜六的時間 就我們平常就是 隔週上那些嘛 那接下來我們每個禮拜六都會上嘛 我們到辦考的禮拜六都會上課 我這 我碩士班那邊已經結束了 所以說我都會上課 然後 就會去補這兩堂課 OK嗎 那就是等於說補過來 但其實我們每個月都會上 多上一兩堂一兩堂 其實你們都是多上的 那個高端也沒有多收錢 反正冷氣錢也是算徐竹的 沒關係 徐竹的 沒關係 徐竹的沒有聽到 我們都會傳給他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都是多上 不要想說覺得少上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都有多上 這邊只是要跟你講清楚 這邊其實要補兩堂 那這兩堂就是 反正我們禮拜六都會來 就用那個 算是用那邊補 OK大概是這樣子 聽得懂了吧 OK好 可以提直錄給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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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